枕边经典睡前陪你重温 嗨,晚上好 感谢您对应游和泥巴的支持 也希望枕边经典能陪你度过每一个惬意的睡前时光 今天又是一个周一 忙碌了一天 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 这个周一你过得怎么样呢 来一起欣赏一下来自马伯雍的周一是一种病 一起来看 想象一下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你在四季如春的浴室里洗过了澡 爬上温暖的床 准备进入甜美的梦乡 这时却接到电话 必须要马上去火车站接一个亲戚 你只能百般不情愿地穿上外衣 一边抱怨 一边出门 如果你能理解这种心情 那么你就能够理解周一 对于上班族来说 最痛苦的莫过于周一 再度过了周五的狂欢 周六的喧嚣和周日的休憩之后 周一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把人从即使这么一直懒散下去 也没有关系吧的美梦中 惊醒过来 而且周一最可怕 不光是中断了你整个周末的舒适 而是提醒你 距离下一个周末 还远得很 这个残酷的现实 足以让人揪着头发 对着电脑大声的喊 我以前饱受这种折磨 每次到周一 就显得特别的焦躁 一坐到办公室里 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份工作一样 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心情还变得特别糟糕 对于这种情况 我就像是所有无能的文人一样 拿起手中的笔来编写各种各样的段子 来对周一进行无休止的调侃和谩骂 虽然这毫无用处 俗话说文章赠命他 每次当我加倍郁闷的时候 灵感就不期而至 为周一这个主题写下各种各样的故事 例如老道士教导徒弟说 周日晚上十二点过后 是鬼魂最活跃的时候 最为凶险不过 徒弟特别奇怪地问 这可是阴阳上的讲究 老道士摇摇头 非也非也 实在是一到周一 鬼才想上班呢 再比如 我想象有一天 外星人准备入侵地球 宇宙舰队向潜伏在地球的卧底 询问袭击地球的最佳时机 卧底说 以我的经验 周五到周日不合适 他们在娱乐时 被打断会变得非常生气 周二到周四也不好 他们会不停地刷网 任何动静都会被及时地发现 外星人很为难 那不就剩下周一能打仗了吗 卧底赶紧摇头 周一绝对不可以 你们知道 那个时候地球人有多焦躁 多想找个借口不上班吗 佛道如三家 齐去拜访一位赢者 赢者出来迎接 啊 这位道长怎么称呼 我叫李一 那这位高僧怎么称呼 我叫红一 这位大儒怎么称呼 我叫周一 滚 再不走我就打死你 慢慢地 这也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习俗 每到周一 我在郁闷中就会纹丝泉涌 想到种种花样编排它 这个举动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他们一致认为 周一已经成为一种公害 应该予以制止 可见周一这个东西 多么地不受欢迎 尤其是冬天 在冬天的周一早起 和在雪山遇险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会陷入一种 喂 不能睡 闭上眼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的状况 我们老板倒是挺善解人意 说要不咱们调换一下 以后周一和周二休息 周六和周日上班 如何呢 我们一群人立刻摆出一张臭脸 朝三暮四的故事 我们听过 而且我们比猴子聪明 在现实中改变这一切 是不大现实的 于是我试图在经典典籍里 寻求安慰 然后在圣经开篇当中 看到了希望 在创世纪里 上帝用了六天时间 创造了整个世界 他在周六造了陆地动物和人类 周五造了海里的鱿鱼和飞鸟 在周四造了太阳和月亮 还有星星 不辞辛苦地 把它们都摆在天上 在周三造了大海和陆地 以及各种植物 在周二造了空气 用空气把天地隔开 而他在周一只做了一件事情 要有光 我经常拿这一段 开导我的同事 你看你看 连上帝在周一 都根本不在工作状态 后来有人告诉我 总是对周一充满敌意 是不对的 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 我开始不理解 一直到前几天的一个周一 我推开窗户 深吸一口气 才忽然醒悟过来 辉豪写了一个 对周一充满歉疚的悲伤故事 周一 周一委屈地缩在墙角 无数人围着他 唾沫横飞地骂着 北京空气实在看不下去了 拨开人群 挡在周一身前 你们别欺负周一了 要骂就骂我吧 好了 今晚的内容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一段轻松 诙谐带吐槽的文字 选自马伯雍的 事实证明 人民永远是最可爱的 马伯雍 人称文字鬼才 曾获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朱自清散文奖 中国图书 视力榜年度十大好书等等 好了 那今晚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 既然周一给了你太多的 不安焦躁 甚至疲惫和压力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和作者一样 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评论区 一起来吐槽周一 或者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编排一个好玩的段子 我们一起轻松一下 那放松之后 希望你能够歇下一身的疲惫 最后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 祝您晚安 好吗 好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和自己的主要讨计算益 好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